Hello 大家好 我是喬姨 歡迎收看方可筆記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撲克牌魔術帽的DIY教學 跟著喬姨一起完成 撲克牌魔術帽的製作吧 撲克牌魔術帽DIY所需的材料有 首先用訂書機將相鄰的兩張撲克牌釘在一起 並依照自己的頭圍釘出所需的數量 然後將釘好的book牌 在的四個字端 要來把砧型出色 洞口移動 用多久巾錢的售貌 然後將叮好的book牌 再用幾件的拉圍 就要終於一anging 把它切成一個翅膏 就可以了解 然而將釘好的book牌 在排約一五分之一處摺疊起來 再將撲克牌呈現緩狀 釘好固定起來 中間留一個圓 就能完成帽子的頂端 先沿著剛才摺疊的部分釘出第一圈撲克牌 攪拌在涼快 接着使用定书机在帽子的顶端中间留圆的部分固定起来 接着使用定书机在帽子中间留圆的部分固定 按摩 回第一圈定好的扑克牌位置向下延伸 再加高一圈 直到適合的帽子高度為止 對継子的範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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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